今年的法兰克福车厂可谓是被中国电动车品牌全面占领了呀 比亚迪去了吉利去了 长安阿维塔也去了 除了代表中国电动车的硬实力之外 我觉得他们也代表了中国汽车引领世界汽车审美的一方面呀 比亚迪代表的是东方传统美学 吉利呢则在欧洲拥有多个品牌啊 那是深耕欧洲市场的 那长安阿维塔的设计呢 我觉得啊是融会了东西方美学 以及现代时尚的元素啊 它是有一种通用的美学在里面的啊 根据现场的一些视频反馈呢 那些啊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呢 也是被阿维塔这种设计所惊艳到了啊 美 我觉得在人类是有一个共同的追求的 那中国汽车工业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的全面突破 那才是汽车工业真正崛起的开始啊 那你们也是知道的啊 近期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入阿维塔07啊 那刚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啊 阿维塔07竟然入选了 年度实价低风噪车型 没错啊 我没说错啊 低风噪而不是低风阻啊 风阻系数低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行业普遍行为了啊 那低风噪是怎么回事呢 那肯定首先风阻系数得低 毕竟它的导流设计 对于这种高速行驶中气流产生的压缩 以及各种碰撞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疏导作用的啊 那另外呢就是考验车辆的密风性啊 以及在各个凹陷突起处的一个气压的分布 都会影响到风噪 那风阻是很容易啊 被风阻系数所体现出来的 而风噪设计到的汽车的做工 以及设计的细节太多太多了 其实它更能展现出一个车企的设计制造实力啊 这方面我不是很专业啊 那你如果想了解风噪方面的信息呢 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朋友声音设计者凯歌的账号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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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